台英人寿为了让弱势民众更有保障 在106年选定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进会 规划新儿曼咖天使计划 协助募集咖啡餐车 并且导入耳挂式咖啡包的制作技术 台英人寿在董事长刘玉芝的带领下 一群同仁特别来到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进会 关怀这里的新儿 同时也参访新儿曼咖天使计划的进行状况 其实付出爱心是一种 但是持续关怀也必须要延续 同时也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生命价值 跟自力更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很感谢在过去我们一直关怀的对象 就是新北市自闭镇服务协进会的这些小朋友们 我们希望说可以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发挥他们的工作能力 然后也可以将来他们协会可以成长得更好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发起了这个 新儿曼菲天使的一个计划 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来带同仁来一起来关心 然后来看他们的成果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国营事业的高度 可以让大家看见这件事情 让他们的期待 他们的希望 他们的目标可以早日达到 这次的参访不但有许多的同仁一同前往 还邀请了音乐老师来和新儿们同乐 因为音乐不但是一种让人放松的艺术 其实也可能带来疗愈的效果 那我们有发现事实上音乐是一个共通的语言 音乐也有疗愈的效果 所以等下大家去外面看的时候会发现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希望今天呢除了我们带来关怀以外 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 谈人生认为单纯的资助金钱 其实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但是如果能让他们学会自立生活 就有可能增加收入管道 又机会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记者方坚凯 林瑾瑜 如舟采访报导